老师上课不止道具多样化 白板笔各式必备 遇到不同重点可以换各种颜色 但是以往白板笔有时散发出的味道不太好闻 让老师学生都很有感 我就是到数据就随便买 看便宜的买啊 或者怎么样都会买这样 可是常常会买到一些 比如说味道很刺鼻的啊 然后闻起来不舒服 然后湿起头会晕晕的那种 闻到味道就是鼻子会有点痒痒痛痛 然后就有点刺鼻 白板笔味道不好闻也和成分有关 医师提醒千万不能轻忽对健康的影响 为了孩子健康 家长对于文具使用上也越来越谨慎 但广大消费者在选购时也得留意 产品的成分是否有安全疑虑才更有保障 有那个白板笔是有通过 那个国家的环保标章 无毒的那个成分 补充益的白板笔可以重复使用 既省钱又环保 消费者选购白板笔时多一份谨慎 任命政府标章 用的安心也能为健康把关 三地新闻林文夫与春亚台北采访报道